MING PAO CANADA // MING PAO TORONTO 本期安家纽约带您前瞻中成东的二次规划 文芳 你好 欢迎您做客安家纽约节目 你作为一个曼哈顿地产投资的专家 我想你对曼哈顿非常熟悉 但是今天我们要介绍的这个地方 是曼哈顿的中城东边叫做Mittang East 这个地方给我的感觉已经是大家很熟悉 很成熟了 为什么今天我们还要单独地把Mittang East拿出来介绍呢 是的 你说的没错 Mittang East对我们来讲是全纽约最繁华的地区 每天早上下班时间 人人进进出出是很多人在这边工作的 那Mittang East也是最多的高楼大厦聚集的地方 你往上一看都是高楼 连天空都很不容易看得到 那Mittang East这边其实有很多投资的机会 只是很多人可能对这个区域里面的成长和之后的发展不是那么了解 是 所以我们讲的Mittang East基本上是不是从42街到59街 五大道以东的这个区块 我们是不是都叫Mittang East 对 没错 42街到59街和第五大道以东 这一区大部分是为商业区 但是其实Mittang East不是只有商业区 只是因为从第五大道跟Lexington这一段区 是大家最注重最常看到的 在Lexington以东到东河那边 其实是一个非常适合住宅的住宅区 对 我听说Mittang East 实际上来说的话 纽约政府未来会有一些规划和一些改变 这个改变最主要是从五大道到Lexington 这个办公区域的这一块 很多一些500强的一些企业 很像他们的公司总部都在这个附近 没错 没错 像Bank of America帝国大厦 Christ Building 您看Grand Central四通八达的交通 通通往这边找上班的时间 不管是上班时间或者是一般的时间 都是人潮一群又一群 所以中程现在有几个挑战 就是它的密集度太高 然后这边的大楼有很多也蛮旧了 大楼大部分都是1960年之前所盖的 所以都已经超过70年的历史 所以对新的那些企业来讲 可能这些配备已经老化 对这些新的企业没有办法 有配合他们所需要最新的要求 比如说像最新的Wi-Fi Connection 如果说您是个Technology Company 需要最新的最快速的网路通讯 但是这些旧的大楼并没有办法能够配合 另外一点就是这些旧的大楼 他们的格局有些会有很多的柱子 所以就把那个办公室的空间给分开来了 变得不是那么的efficient 不是那么的顺 所以对这些比较新型的企业 感觉上这些大楼可能就是有点老旧了一些 尤其一些现代的一些企业 它可能对办公的一些条件 提出了一些新的一些要求 但是这些老的办公楼没办法改变 那这样子来讲的话 可能这个Midtown East的这种商业的地位 可能就会受到威胁了 所以纽约市政府想在这方面 进行一些升级和改造 对 这Midtown East如果说不能配合 这些工商机构所需要的要求 这些配备不是那么先进 然后硬币也不是那么能够使用的话 那这些公司行号都会撤离Midtown East 然后往其他更有竞争的地区去 比如说金融区的现在的世贸大楼里面 所有配备全部都是全新的 所以新年很多之前在Midtown East 或者是在中城一般的那些 Media的那些公司 然后Publishing这些公司 所以Midtown对政府来讲 当然要做一些改造 让Midtown的地位持续保持它的竞争性 对 保持它的活力 确实像你讲的 所以纽约政府想在中城这边 做一些改造 所以这种改造是不是re zoning 是不是重新做一个规划 是的 Midtown最主要没有办法有新的大楼 在这么长的一段时间没有新的大楼上市 是因为它的区域规划 限制了大楼的成长 大楼不能拆掉 不能拆掉的话就不能重新盖 不能重新盖的话就不能更新 所以就基础时代的移动 那这些大楼都渐渐的都快被淘汰掉了 所以提升这个纽约这边 Midtown East的竞争力 政府现在在推广一个 Midtown East rezoning的计划 那这个Midtown East rezoning的计划 包括在中央车站的周围73个block 从43阶一直到53阶 然后第五大道到第二或第三大道之间 很大的一片范围 政府将鼓励新的那些公司来这边投资 那这个区域里面 目前有差不多400栋大楼 然后供应差不多7000平方英尺的工作空间 每天差不多有20万人在这边进进出出工作 那这个新的投资这个改造 预计将这个1000万的现有的工作空间 把它更新upgrade 那还会再增加450万左右平方尺的空间 所以增加的这些空间 所带来的将会是更新的就业机会 那有更新的就业机会 就会带动这整个区域的开发 会有住的需要 吃用和休闲的需要 都会渐渐被这个改造带动起来 对 那这里面来讲 是不是允许可以去建一些更高的楼 比如现在第一个已经批准下来的 One Vanderbilt 它就在42阶跟Vanderbilt Avenue 那个小小的一阶的转角间 那这个开发商它是SL Green 那它为了将这一栋大楼盖到1500尺 1500尺是相当的一个高度 将是纽约之后最高的一栋大楼之一 那1500尺高 那它的条件就是说 它要捐出220万美金当资金 来规划周边的交通疏散 然后的环境改善 所以对大家不管是公司 或者在这边的居住的人民 或者是在这边上班的员工 都是有非常正面的影响 对 你刚才提到这个Vanderbilt 这个大楼 确实来讲我们前一阶段 也看到新闻报道 这是今后未来中城的 最高的一栋商住的 商用的这么一个大楼 它把下面的很多楼层的规划 成为是一个交通疏散的 一个休闲区 所有从中江公园出来的人 可以通过这个大楼 疏散到各个方位去 而且这里面也预留出 很多一些休闲的 绿化的一些空间 所以确实像你讲的 它这种升级改造 还是要改变整个区域的 这样的一个生活 就业的一个环境 对不对 没错 没错 然后会吸引的公司行号吗 也会是比较有高级 高档的这些公司行号 愿意在这边坐 因为中城东的交通 是非常非常方便 你有这个Grand Central Station 在那边中央大车站 对 它那边之后 还有其他的计划 像长岛那边的 Long Island Railroad 之后也会连接到中央车站 然后Second Avenue 第二大道的 现在正在开发的车站 之后也会带动 更多的人进来 所以中城东 有这个需求 然后需要把它改善 但是如果说 能够有改善的话 它会吸引更多 更高级 然后更高档的商业 对 而且会引来更多的人潮 更多的就有机会 对不对 那如果更多的人 涌到这个区域来工作的话 那相对来说的话 这个地方的地产 也会渐渐地带动起来 因为大家都希望说 能够寻找到 和工作单位 比较就近的地方 作为一个居住的地点 比如说您刚才提到了 实际上在中城的东边 靠东河的这一带 尤其是三大道 二大道 一道道 这块区域已经就是一个 比较成熟的一个居住社区了 是的 没错 中城东有联合国的总部在那里 所以有很多世界各地 过来这边的大使馆 都聚集在这一区 那有很多各国各地的 风味的餐馆 或者是特别店 那像比如说日本协会 也是在中城东 那这附近有很多 像华人喜欢吃的日本料理店 都是非常道地的 还有拉面馆 还有居酒屋 这些都可以在这区找得到 那这一区也渐渐地看到许多 非常好吃的华人餐厅 所以这些对华人来讲 投资和自助都是很适合的 那至于在更靠近河边的 有几些小的街区 那大家可能比较不熟悉 但是其实他们都是 非常有历史的 比如说Southern Place 它在1920年的时候 是一个非常时髦的地段 那时候纽约很有钱的 这些富贵 他们都喜欢在那一区里面 盖并排别墅 然后调侃东河 因为景色很漂亮嘛 对 那这些投资在那边住的 有包括像Vanderbilt 世家的Anne Harriman Vanderbilt 然后还有J.P. Morgan的女儿 就是J.P. Morgan 就是富豪大亨的女儿 Anne Morgan 他们也都在这边 有盖并排别墅 那目前在这一区 还有一些名人住在那里 比如说建筑师贝律明 也是在那里 之前的美国州长 Kumo他也是在那里 还有设计师Kenneth Cole 所以这些都是 其实有很多人 都是一些名人 喜欢在这一区 因为他比较安静 然后大家不会去那边观光 但是又有非常美丽的东河景 还有一区就是Totter City 那这个区是一整片的 住宅大楼 在1929年的时候 那个设计师Fred French 他是开发商 他有一个构想 他想在纽约这一区里面 盖一个全世界第一大的摩天大楼 住宅区 那他到在1929年的时候开始建设 然后1931年的时候完 到那时候总共有盖了九栋大楼 那这些房子 这些住宅区域 到后来经过时间的转变 在80年代的时候 很多都改成co-op 像在繁华的都市里面的一个 小社区里面的感觉 对 我也发现最近一段时间 这个Mittown East 有很多一些新的楼盘 已经在建起来了 同时也有一些旧的一些公寓楼 重新的翻新改造 所以这些来说的话 可能都是一个自助投资的 这么一个好的一个机会 那关于这方面居住的情况的介绍 我们稍微留待广告之后 我们再详细地解说 马哈顿中成都摩天大楼云集 世界500强企业和联合国总部 都聚集于此 而纽约这个最重要的商业和办公区域 面临着写字楼老化 和人行道狭窄的困境 纽约市为此提出了 中成东新规划方案 它将给这里带来新的发展机遇吗 这些举措会如何提升 中成东的居住环境呢 本期安家纽约 本期安家纽约 这种大的变化 这种大的变化实际上现在我们已经看到了一些苗头 比如说Mittown East 最近就有很多的一些新的高端的楼盘在建起来 而且在三道到二道到那个附近 也有很多的一些旧的公寓被重新的翻新改造 对不对 所以这方面的情况可不可以给我们介绍一下 可以的 我们之前在Mittown East 我们刚刚也谈过有分商业区和住宅区 那商业区之前几乎都是只有商业大楼 并没有什么住宅大楼 那最近这几年我们陆陆续续看到几栋在这边建盖的 非常高档的住宅大楼现在正在销售中 比如说432 Park Avenue 这个是目前全纽约最高的大楼 它取代了157第一高住宅大楼的地位 而且就是在这么短的时间 它的价位也是在那买高的 那现在的平均售价差不多是8000多美金一平方尺 对 所以这个是一个非常高端的豪华的公寓楼 而且它的高度你该讲的已经是纽约之最了 对不对 没错 然后另外还有一个项目 是在万科在美国这边 纽约这边开发的第一个住宅项目 那万科在中国是人人小的的大开发商 它的名誉是非常肯定的 然后它的所做的项目大家也都非常熟悉 它这个项目就在100东53街 旁边就是地铁的入口 它是由Norman Foster 非常有名的设计师来设计 总共有96个单位 64层楼 那这个大楼的楼下将会是一个高级餐厅 里面的配备当然是毫无疑问是最顶端的 设计也是最好的 那这里的单位起价是差不多一平方尺3000以上 那最低的价位是一房的 它的起价是差不多350万七 对 因为首先这个Mitton East 这个地块就是曼哈顿最精华的地块 对不对 那所以来说的话 它可能开发商在这个地方建的楼的品质 也必须要代表曼哈顿的最高品质 没错 所以这两个项目是在中城的商业区里面所开发的 但是除了商业区以外 住宅区其实也有蛮多的项目在开发 因为中城的 不是每个人都想要住在中城的商业区 还是有些人喜欢在中城的比较安静的区 那里面有不同的价位 不同的格调的大楼都是有的 联合国对面有一个新开发的项目 五十联合国广场 所以这一个是非常引人注目的项目 那其他还有一个项目是在57街 252东57街 那这个项目是在57街 这个亿万富翁大道里面的其中一个项目 但它的价位并没有其他57街上面的价位来得高 差不多现在的平均售价是差不多3000左右 然后这个大楼有一个特点就是 它有一个停车位是自动停车方式的 那这个停车位是可以住户来购买 在纽约这边曼哈顿里面 能够购买的停车位其实是非常少的 那就算是你像432或者是157这么高级的项目 它们的停车位并不是出售的 所以有这个可以买下来的停车位 在纽约这边是算很特殊的 那我们有没有再往东边的一些新的楼盘可以介绍的 还有其他两个新开发的项目 那因为一个是Healthian 305东52街 和301东50街 那这两个项目的话 因为它是比较大众化 所以它的价位在2000 2000多左右 所以大家都还能够承担得起 那它们在13年的时候上市的时候 很快就被抢走 因为那时候房源非常缺少 那像这一型的大楼在中城地点这么吸引人 然后又是新的大楼 所以很受欢迎 而且持价才2000多出头 对对那时候2000多出头 那现在的话就是看你的单位 就是平均价也是差不多是这个价钱 那这两个大楼Healthian它是比较现代化 全部都是玻璃的外表的设计 那另外一个301东50街的话 它就比较传统 外表是那个Limestone 就是石墙的设计 那比较古典化 那它里面的设计和配备 虽然大楼不是说很大 但是它里面的设计都是非常高档 非常细节做得非常好 很吸引人喜欢 对所以我们这个是介绍说 在中城东边的最近几年 刚刚开发的一些新的楼盘 包括很多一些楼盘还没建好 但是现在已经开始预售了 我们可以发现这样一个趋势 就是说如果在越中心的一个位置 那当然肯定土地的价值越高 所以开发商就会建一些 非常豪华的一些公寓楼 适合那些非常高端的一些客户 那么渐渐往东边去的时候 这些价格就越来越清明了 对不对 没错没错 对 就比较大众化一些 那我也知道就是中城东边 尤其是二三大道的周边的一些公寓 很多是在上个世纪 八十年代九十年代建的 甚至有的是一些出租的一些楼盘 听说最近几年也进行一些翻新和改造 所以它楼盘看过去显得比较成就一些 但实际上内部的装潢还是非常吸引人的 而且也比较现代化的 是不是也有这样的一些二手的楼盘 值得介绍 在中城东其实还是有很多二手的楼盘可以选择 那也不见得全部都是八零年代那时候盖的 有些是两千多年那时候建的 所以也是算是比较新的房源 那比如说米兰公寓 米兰康德 它是在333510街 那这个大楼里面的设计是非常优雅 它是2005年盖的 那有很多电视节目电影都在这边当背景 来使用这个大楼当背景来盖 比如说华尔街之狼 Wolf on Wall Street 它那时候主角在曼哈顿里面有一个高级公寓 就是这里面其中一个公寓里面 所以就选择了这个米兰康德 然后Gossip Girl 然后Curibur Enthusiast 也都有曾经在这边拍片过 这个大楼最主要是两房为主 那它的两房差不多是 1100平方尺左右到1500平方 各个单位看它的房型不大一样 所以可以从200多万到300 400万 都有 但是它的格局很方正 所以大家很适合 那因为它的每一层楼的单位并不多 所以有些转角的可以有两个朝向 那对华人来讲是非常吸引人的 对 华人去买房确实就像你讲的 他喜欢这个房型是方方正正的 而且有的时候景观能看到水 因为对华人来讲的话 遇水则发嘛 对不对 水相当有一个裁员的这样的一个隐喻 对 所以让它的那个平均价 目前的上市的房价差不多 还不到2000亿平方尺 所以跟新开发的项目来比起来 就是非常能够购买的 对 这个价格是很多普通人是可以承受起的 那我刚刚说的是比较新的2005年盖的 那还有一些很多80年代的 那我现在举例这个Dahamajah 这个是非常特殊的一个大楼 它这个大楼是80年代盖的 那在那时候是一个非常好的大楼 因为它里面的配备非常完美 它有一个游泳池 健身房 儿童房 还有它的那个花园 所以在那时候有这么多配备的房子 是比较少的 我还要介绍的另外一个项目是 The Cosmopolitan 在47街那里 它这个大楼它有很多的studio和一房 所以单位价会比较低一些 差不多100万左右 你就可以买得到一个单位 那平均的售价差不多1500左右上下 看是哪一种房型 那它的地点是非常的中心 不是只是说靠近第二第三大楼 它在接近Park Avenue上面 所以交通是非常方便 非常吸引在这边出租的房客 因为它去上班的话是非常的方便 对 甚至步行就可以到它的办公地点 对 对 对 然后因为这是85年代盖的房子 所以它里面的内部并没有什么配备 就是有一个conference room 然后一个健身房 就是非常的基本 但是因为地点非常非常好 所以投资来讲 我们一直都说地点 地点 地点 这是非常好的选择 是 对 而且纽约又是一个 特别是曼哈顿 是一个单身人士比较居多的 这么一个区域 对不对 如果小户型的房产 对那些投资的 它的预算不是太高的人来说的话 去投资这种小户型 它的出租来说的话 一般的也比较容易吧 对 因为小户型比较多需求 然后投资的资金也不需要那么高 如果说以投资的角度来讲 是非常适合投资者的 我们今天重点是说 这个Midtown East的今后来讲 并不是像过去我们想象的 那个地方已经成熟了 不再有很多的变化了 实际上今后来说的话 纽约政府在这个地方 重新地规划升级以后 会增加就业机会 会有更多的人潮 涌进这个Midtown East这个地方 所以必然而然会把这个地方的 地产的价值给带动起来 对不对 所以从地产投资的角度来说的话 文芳你怎么看 这个Midtown East今后的一个前景 我觉得Midtown East 是非常好的投资机会 因为如果说你是以投资为主 有两个方面 你需要考量一个就是 之后的成长空间 那我们刚刚也谈过 因为这些新的项目在开发中 然后很多人也越来越愿意 在中城建立家庭 如果你在那边走走 在这边这一区走走看 常常会看到推着小婴儿车的 妈妈或保姆 在这附近的公园玩耍 所以长期的角度来讲 它的升值空间是有的 然后另一个方面就是现金流 Midtown因为大家都在这边工作 所以要房子出租出去 都会比较容易 然后空置利率会比较低 所以投资的方式来讲 这两个都是非常重要的考量 Midtown East这边都可以达得到 非常谢谢文芳 今天做客安家纽约 给我们介绍了 这个Midtown East的一些地产的一些变化 我想看完这期节目以后 应该很多观众 对Midtown East的地产潜力 有所了解 安家纽约节目就是希望成为 您安居置业的顾问与帮手 您可以通过电话电子邮箱 把你的建议和意见告诉我们 您还可以通过新浪微博 Facebook Twitter来关注我们 与我们互动 获取第一手的房产资讯 想观看本节目更多的精彩视频 请登陆美国中文网和YouTube 好 感谢您收看安家纽约 我们下周同一时间 再会 你好 我是秦文芳 我在曼哈顿居住超过20多年 专门为客人在曼哈顿 做买房卖房服务 我可以为您设计一个 最好的投资计划 我们下周同一时间